在這裡 看看多小 爸爸和媽媽 什麼啊 爸爸和媽媽 對不起 媽仔和女兒 不是很瘋 先打一盞 Holiday collection 就可以 Hourglass Fenty Fenty Fenty在哪裡 這個不得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馬友 聖誕節來臨啦 聖誕節很多時候 化妝品牌子都會出 Holiday collection 所以今天當然要試玩一下 2019年出的 Holiday Maker Holi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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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聖誕節 你要每天開箱 例如 International numbers 現場觀眾 trzy 11 11 11 他是 chi 和orang 這件衣服很適合 Pigment Eye Color 是不是紅色的呢? 啡色眼影 Evan Calendar通常只有24天 大家知不知道有沒有留意到 我們直接跳去今天是聖誕之24 信哥 很開心收到Fancy Beauty的Trophy Wife金色的collection 還有Fancy還有一個lip gloss的set 都是for holiday的 還有Hourglass 無敵美的palette 還有一個Laneige的粉底 所以我們現在就直接上妝了 因為今天有些感冒的關係 皮膚很差 但有一隻Christmas蟲在這裡 等一會 是不是一種聖誕的感覺呢? 首先上了底妝 這個是Laneige的BB Cushion 其實我已經用了好幾天了 你會看到這個好像水滴形的pop 它的pop裡面是有分兩種的 尖那邊其實是給你遮瑕 圓那邊就是給你上粉底 打開之後 它有兩個pop 這個就是平時的BB Cushion 給你上粉底 這個pop是給你上遮瑕的 還有它的粉底的遮瑕度 雖然不算超高 但我覺得 我覺得日用來講是很好 還有如果是男生用的話 我覺得很方便 因為一盒有兩個 那就不用帶那麼多東西出去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我今天的皮膚狀態 這裡很紅啊 因為腎鼻太腎得很誇張 大家有沒有一些腎鼻太的紙巾介紹給我? 我只是用Tempo 我覺得這個世界是有些比Tempo更好的紙巾 感冒的時候用 首先呢 我試上這個Cushion給你看 這個是他們寄給我的 我想說他們很聰明 他們的顏色竟然寄對給我 通常寄粉底給我的那些 10個裡面有7個都是寄錯色的 因為他們可能覺得我口白 但其實我真的不是真的那麼白 你看到我上了一層之後 其實呢 就是膚色不錯 但是如果你近看 都會看到一些粒粒都挺明顯的 所以才有它另外一邊 那這一邊的遮瑕呢 就用這個pop的尖的這個位置 這個頭 突然想說一件事 看到我的衣服 我想起 大家知不知道麥當勞出了炸雞啊 就是用BB Cushion上 Consealer呢 就不是最好的方法 因為呢 你不 precise 就是你很容易推開了這個Consealer 但是我覺得這個idea 是值得一試的 就是如果不是那些很美容達人 很專業的話 其實是很方便的 比如我現在眼袋這些位置 你看到吧 很厲害的眼圈 那我上吧 而且因為它呢 那個Consealer有一點粉通 所以上眼是沒有問題的 精神了 但我昨天吃了那隻麥當勞炸雞 我覺得超好吃的 我覺得它是極級汁的 然後我就在問他們 為什麼這麼汁 原來呢 他們那個炸雞呢 是先煮過了 就是煮完之後才再炸 他們有一個機器呢 專門用來保濕那些雞的 好啦 接著做什麼好呢 嗯 接著呢我們就試用這個 比卡超的palette 這個系列真的很漂亮 超美的秋冬系列感覺的一個palette 還有這個金色的眼睫毛夾 有隻比卡超在上面 看看 它比較洞 好啦 我們一來就試試上這個shimmer 先 這個是一個閃粉來的 但它應該很容易飛到周圍都是 是 先把它弄出來 用扁的掃 有人看到我化妝一來就化了shimmer 粉嗎 沒有我 很漂亮啊 但大家用這些粉的時候要小心 不要把粉抖到自己的眼睫毛上 要不然就會很吵架了 要 small範圍要少一點 要小範圍小一點一點 相當上面 好啦 接著我們用XRюсь 黑色做眼線 紙色這就是這個 這個是MEDTONE來的 然後這個Holiday的項目我覺得大家真的一定要儲存 就是我每年都會儲存Hourglass的Holiday collection Hourglass每年的Holiday都會將他們的Anvion collection出一個palette 這個是今年的palette 他們的包裝平時是深色的鏡子 這個是透明白色的鏡子 還有四種很不同的顏色 有些可以做bronzer 做胭脂 做highlight 然後我們就用這個blush Anvion的blush是很漂亮的 粉上了面後吃得很緊的 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粉是混合Selling Powder 在鏡頭下看上去很透透 我們直接就用了Trophy Wife的highlight Trophy Wife這個highlight 其實是Fenty Beauty一開始推出的時候 第一個爆出來的產品 所以其實它也有年多兩年的歷史 但我覺得它現在Christmas拿出來 將這個金色變成整個系列 我覺得是很適合它們的 因為是真的很適合這個Holiday的Season用的 哇!你看到嗎?你看到嗎? 真的很少有一種黃金色的感覺 它是第一個 問大家多一件事 大家聖誕節有沒有玩的secret center 大家有沒有提議給我 就是那些200元以下的東西 但能看到別人的東西 我想到了 我想到了 突然想到了 先分享一下 這條片很隨便 對不起 這個 大家知道這個是什麼嗎? 數個blush in 等一下 好像一百多元 也好像不算一百多元 它是Wifi的尿耳棒 啊? 就像平時的人大肚子 會照超聲波看到BB的樣子 你尿耳可以看到自己的耳屎 有沒有這些路線的產品 可以提示一下 好了 那它的Holiday collection 還有一個Stuna的mini的嘴 我很喜歡這個唇膏 如果你們想找一個唇膏 它是可以 最後一天的話 除非你是用lip tint 如果不是用lip tint 的話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liquid lipstick 很細緻 我有大支給你看看 看看多細小 爸爸和媽媽 不是 什麼? 爸爸和媽媽 對不起 阿仔和阿女 不是很神經 先打一會 對了 阿仔和爸爸 沒錯 但它只有幾種顏色 但這顏色是沒有大支裝的 所以只是Holiday collection才有 哇 好可愛啊 頭很短 很可愛 嘩 一定很深色 嘩 很深色 我只是點了一點點 已經夠塗上嘴 即是它很厚 它很厚 它很made 但它不乾 好 接著我就用這個 Trophy Wife的lip balm 這個 Sorry 不是 不是叫lip balm 它叫glass balm 為什麼呢 因為它塗了之後 好像塗了一層玻璃的感覺 我免得它 我免得它的嘴色弄髒 所以先塗在手背上 Last Christmas I gave you my heart 好Christmas啊 完成 嗚呼 我真的不是蝦 我真的沒有收錢 發誓 Trophy Wife這個collection 這個袋子 不是平時的化妝筆袋 即是平時的袋子 可能只是可以開一點點 即是這樣 然後就要拆拆拆 但它不是 開門見身 它這個盒也是 拿出來之後 你可以用這個盒去裝東西 是不是 我可以裝到的 好了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要按一個like 接著要subscribe我的channel 還有開那個鈴鐺 逢星期二和星期四的9點鐘 我就會有新影片推出的 同時如果你想知道我最新的動態的話 就一定要去follow我的instagram 希望大家有個開開心心的聖誕節 聖誕花樂 Merry Christmas 我們下集影片見 拜拜 我們一起 3 2 1 用口感就是 分辨 分辨 走 然後就 這樣 這段影片很無聊 聖誕節 大家開心心看影片 是不是先 有什麼所謂的 開門 這個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